我們今天的鄭高哥今天要講的這個比較抽象 一步是才傭兵向上可能會沒有辦法很輕弛的知道這個勇家大師在講什麼 那我盡量把他跳出這個字節來講時機的事情 今天講到但得本莫稠莫如盡流裡含寶耶 什麼叫得了本以後就不怕其他的事情 他比喻說如盡流裡含寶耶 你看他這樣的話你沒辦法想說我們玻璃窗的玻璃如果很乾淨的話 那葉量造進來的時候很輕實 但是還沒有誤到的人因為他身中的四道五音貪生思漫離 還有很多妄想執著的時候就好像玻璃裡面很多色彩很多油垢 根本看不掉葉量但是現在他已經誤到了 但得本已經誤到了那個玻璃上的那個油垢還有那個物染都已經擦掉了 那葉量在照到玻璃裡面很輕實地看到的葉量 這葉量就是我們的自信 那你已經很清楚地看到了自信的時候 修行起來就很簡單 所以叫做但得本莫稠莫 你已經誤到了你都乾淨了 你的那個妄想執著還有你的那個四道五音已經都已經都很清楚了解了 所以其他的事情你根本不用去煩惱 所以說如盡流里寒寶耶 這個玻璃是乾淨的不是污染的 所以字節上說 但得本莫稠莫如盡流里寒寶耶 流里這是法生妙盡寶耶 亦解脫真志 盡志敏河呢 隱測十方呢 瘦瘦靈光呢 疼苦疼金呢 有之流里盤內更甚明烈 他這個文粥粥的不如剛剛講的那個 還有說 我今結始如益之 自立立他終不解 我今結始如益之 自立立他終不解 因為他已經誤到了嘛 所以他把這個如益之要告訴你們 如益之呢就是摩尼寶之也 維持一支呢 既呢之功德 以之寶中的持寶為善 利用如益的可益心寶 只一支一寶呢 非從外得 但一切眾生因妄想執著 無名概父而不能明顯 古德營呢 古德營說 必如依下明之 雖明不照 你的衣服裡面有一顆明之 怎麼能夠照呢 所以說 依下明之不照 是宅中保障 事有如無 這個依下明之有一個典故 我們把那個典故拿出來 來看看 就是在寶華授記品裡面講的說 事頓說 必是有人自 自就到了 到親友家 有一個人到那個親友家裡面呢 醉酒而惡 這個時候呢 事實親友呢 官司當行是有事情一定要離開 以無價保之呢 把他洪在那個衣服裡面 洗其衣裏 以之而去 就這樣就走了 其人醉惡都不截止 這個人因為喝醉了酒了 都不知道 那起來的時候呢 朋友都走了 親友都走了 他 要吃飯嘛 齊己遊行以他國 為一時故呢 勤力求手 就是做乞丐啦 勤力求手 就是到處去 去求個飯吃啦 盛大呢 那個艱難 若少有所得呢 變以為職呢 以後 就是感到有一點點得到 人家 那個布置他一點點東西 他很感到很高興啊 變以為職 以後呢 親友諉諉焦之的時候呢 而作誓言 透哉 丈夫 到底怎麼樣呢 當喜慨呢 何謂依實 乃至如是呢 我戚亦令辱得安樂 武力自知呢 以某年某夜某日的時候呢 以無價保之 习如衣離 今故现在,今今还在啊,而乳不知 勤苦悠恼,以求治佛,胜为妻也 乳今可以持宝的贸易所惜,当可之意 无所换切,就在那个花花收集品里面 所以,这个师尊帮我们红了一个名字 在我们的衣服里面 厉雄师姐,你的衣服抖一抖看,看宝珠有没有在啊 抖抖看 在啊,这个宝珠在啊,怎么还要到这去求呢 哇,这个太好了 所以这个依下明知就是在讲这样 所以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修行就是这样 诶,我今截止如意之,自立立他中不解 他告诉我们这个方法 我们自立,还有可以立他 不会,不会,中不解,不会听调的 所以是,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如意之,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呢 然后,恭喜恭喜,有人知道了,好厉害 哈哈哈哈哈哈 厉雄师姐这样听得懂了 你衣服都没有抖了,你都没有看到你的宝珠 然后来在下面呢,下面这个 江夜照,松风吹,永夜清宵和首 你们八月中秋节都去那里赏夜啦 到江边去赏夜,对不对 有夜亮啦,有江啦,有一点那个 吹,洗洗凉风啦,这个多罗曼剔克 是不是这样啊,不是啦 不是啦,不是在讲那个 那我告诉你这个什么叫做江夜照呢 我们修行,它已经得了本了,已经悟了道了 所以它的这个夜呢,就好像说 这个中秋节的这个夜特别大 而且呢,天气也很好 没有乌云密布,没有乌云密布就是没有妄想执着嘛 然后那个夜亮照在江 那个江又没有封,没有烙嘛 所以缓映出来的夜亮 不是,上面有夜亮,那江也有夜亮 这一照的时候呢,然后松风吹 这个不是像那个山直台风吹到日本把它吹到这样啊 这个洗洗的凉风吹来,那很舒服嘛,对不对 但是呢,这个吸引凉风吹来的时候呢 如果没有风在吹的时候 没有看到那个松针在窑洞的时候 不晓得有风,这在比喻什么呢? 比喻我们的清静的洁性 我们悟到了这个,当下的这个 已经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呢 上面的夜亮跟下面的夜亮 是无二无别嘛 因为你江,上面的夜亮照到江上 而且又是很好的天气里面 又是那个夜亮又很远很白的时候呢 那比喻说,我们的清静,洁性在我们身上 我们很清磁地,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呢 但是呢,因为它如果没有风在洞的时候呢 我们不晓得,没有那个松在窑的时候 我们不晓得有风洞 所以我们透过我们的行至周恶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哦,我们的自信跟我们住在一起 这个境界是这个样子 然后下来是永恶、清宵、何所谓 那你就没事做了 这个时候的境界呢 永恶就是这个时候你的境界已经到了 那个陆地白纽了 不用再去想说,啊,我这对了吗 我还要不要再去修一个座仪呢 我还不要再去写一个什么法呢 这个时候你不要再自己又动一个念头说 那这个是什么境界呢 我要赶快,啊,不行啊,这样 我死了以后不想要跑到哪里去 赶快去找一个什么法来写呢 你这个时候,这已经到了那个陆地白纽了 赎纽图云道陆地白纽 那你就,该做什么,行至周恶 这个时候呢,喝茶叫做茶道 茶花叫花道 然后写字叫诗道 然后什么什么 这个时候你的所有的生活都在道的上面 已经不用再,所以说到家之路不用再挤了 所以他这样子的时候,我这样讲的时候呢 这是比较清识的时候 很清识地告诉说,这个境界的时候 误导的人士是这样 日夜夜华 窗底白 有时松印 那个枕根青 这个消息呢 誓死天圣痴心呢 既无碍变才呢 也收不及 真的这个时候是收不及了 因为那个风一吹来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看到那个松叶在动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素性是无相的 风吹来的时候,洗洗凉风 就是有松叶在动 松叶在动就是比喻 我们在行事做什么事的时候 这个时候已经跟了自信都同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无恶无悲的时候 你不用再去动一个什么妄想执着 他要做这什么事情 这个时候 所以说呢 所以说 也说不 所以说 天圣出心 既无量变才 无碍变才 也收不及 方欲见到 却向见化母中 略文化 略平化会 讲何言之 此事文师普玄大人境界 一切众生 虽生其中而不自知 就是我们 这些 我们的这个佛心 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了解他 到了这个时候 你已经很清楚看到了 所以修行就很容易很简单了 保证有什么困难 不困难了 该做的就是做什么 就是像刚刚讲的 江夜照松翁吹 永夜清宵何首威 你不用再去烦恼这些 我已经 到底我要怎么样去才是修行 这个时候做什么事都可以 所以说那个 赵周老伦伦都要问他说 你到此间吗 他说不到此间喝茶器 到了此间也喝茶器 不到此间也喝茶器 就是这个意思 此之境界不凡不胜 虽难可见 所以说 故意这样讲 其实也倒不上来 所以说修行的时候 如果你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 就很简单 所以不费呢 就因为一直像明相中中求 像明义中求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 所以说佛性盖之心地印 佛性盖之心地印 悟入云霞体上衣 这个也是在比喻这个境界 但是我们的佛性 和未知戒之心地 和未知心地 和未知心印 结一法也 随其共用 各得愚民 能戒之故 也民佛性 引尽无故 民也戒之 能生之法 民也心地 号令群品 民之未知印也 虽有三民而无三法 以此而推 身柔万象 刺目于远 戒气三合 结同一体 云露 戊露 云霞 金飞他戊 戊露 戊露 云霞 体上衣 他在这样讲的话 我知道 大家还是没有办法很清楚 为什么呢 这个戊 不是很清楚 戊 戊露 戊露 云霞 都是一种 在这个我们的这个 这个地球上的一种的气体 这是这种的表现 但是呢 他附在我们的身体上的识破 我们没有感觉不出来 不知道有这个云露 那个露 露云霞 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不晓得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佛性 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佛性戒之心地印在我们 跟我们都同住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 检查得到 我们根本不知道 所以才他才讲这样的 的那个 然后呢 在下面呢 就是 祥隆波 截辅习 两孤 金黄明利利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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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呢 波语 这个在他的那个 字节上会讲的比较清楚 因为说波语 西藏就是道具之名的 波语就是音量器 我们出家人要 以前都要拿那个波 倒是去脱波 这个波语就是 那个 那个 出家人用的这个脱波 那个西藏 行脚的时候 带了那个 西藏 那 日本的西藏 跟中国的西藏 也不大一样 但是现在 我们不能拿西藏去坐飞机 所以我们心想 不用带西藏 那 坐高铁拿西藏 西藏也不能坐高铁 所以 也不用 也不用带西藏 坐公车 坐集中车 开车都不能拿西藏 拿到西藏这么长 拿到 没有没有没有地方去 这世代不同了 所以这个西藏呢 并能只是 一个 修行人的代表而已 所以 西藏正做 习生所言祥隆波 皆有习各随言而起得名 但是这个祥隆波有一个典故 因四真祥伙伙众外道 细者有 这个典故是这样说 这个所谓祥隆波 就是因为四真祥伙众外道 细有三家世佗佛持家 因为有一个三家世佗佛持家以后 然后退师到心 退师到心 去那个 跟着这个火龙外道 四火龙外道 和关其根性 即熟 即往渡之 后来又这个四真 又去渡 要渡他 而时呢 到那个时候呢 那个四真呢 王彼求朔 就是那个 到那个火龙外道那边 要求个住室 时的那个三家世佗佛 无空事可恕 唯有火龙食窟 就是说 他去找他的时候呢 他不给他房间睡觉 他给他叫四真去跟那个火龙住在一起 还可恕佛 但是佛王彼世呢 是时呢 就是四真的时候 当时的时候 他也是不计位的 没有恐惧的 就是到了跟那个火龙住在一起 所以佛王彼世 四十中叶 火龙呢 现通鼻中呢 吃烟 淋甲生烟 就是火龙会吞火 那个 群寻 释然 易害于佛 他慢慢走过来 要来 释然就是很明显 要来害火 二十四真呢 集一起 十心呢 献三灭火 渐渐明测呢 火龙毒火呢 凡志烧生无事逃避呢 唯见四真宝波呢 之中呢 清凉广大乃至陀生日已波呢 故云为祥隆波 这个是一个典故啦 那杰府夕呢 就是说 当时的时候呢 在那个 常朝的时候 有一个叫 有一个高征叫做生酬禅师呢 在淮州的时候呢 在王屋山西定的时候呢 见二辅度 即以席隆 以忠解之呢 二辅各自分去 随此 明爷 故爷说 祥隆波 杰府席 就是因为有这个典故的关系 叫做 那个杰府席 祥隆 那这个 这个席隆呢 他是表法的 表法的 是说 他在两姑呢 两个环呢 两个环呢 叫做 尊使二弟 六环者 表六波罗蜜 忠心表忠道 兵利利者的尊息之身 上司五分之即可自道 所以这个是在讲说这个西藏的问题 当时呢 永家大师的时候呢 往那个曹桌建六使的时候 去拿了西藏呢 绕那个 绕四三招的时候呢 大政一下的时候呢 去到成得什么边士呢 明年纳征四道看 所以为什么 他拿了一个西藏这样绕一圈 绕三圈他就悟道了呢 这是什么仪式呢 在讲这个说 他讲在说这个 永家大师当时他拿了西藏 去求那个六使 印证了这个事情 他才讲说这个 所以不是标行西四词 就是说这个事情不是说 不是只有标榜这样的事情 是日来宝藏青虫基 这个修行呢 是他悟了道的这个道呢 是由日来这边的悟道下来 整个那个禅宗传法下来的 他不是自己弄的 这不是也不是要来他自己在标榜的 他自己真正的正道的意思 所以说这不是标行西四词 如来宝藏青虫基 他说不是外显威夷 标其形体 西兰自卫认词 故保宫营的丈夫应用堂堂 逍遥自在无方 一切不能危害呢 兼顾有弱金刚 其西四词也 如来宝藏青虫基者呢 今云佛告比丘呢 因为当时的时候 他在中国的时候佛告比丘 如等应受十席账 所以 所以说这个西藏是当时的时候在中国 这个西藏是很重要的一个法器 谢谢 西藏 运